因为防守强度上来之后 他的三分球波动是比较大的 这个跟陈灵坚是有区别的 陈灵坚现在呢 还是要打任俊梅这个点 侧应的不错 刘冠岑空切进来 双手爆扣得手 人定人的防守扣的比较大 家机高登 转移过来 陈灵坚在底角 往里凸晃一下 最后一个抛头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一开始挖的坑非常大 莫兰德命中三分 高登中距离2加1的机会 得到另一侧底角 先被断了 陈灵坚的判断没有问题 高登推反击 拔三分 高登再推速度 虽然被干扰 撤回来 三分又命中 单阶17分 往牛角位一站 根本就没有办法 高登突破分球 篮下的王哲林 拘晃一下 左手打成 王哲林左右两只手 非常的均衡 高地位的站位 阎鹏飞出手 三分命中 张宁 贴得蛮紧的 给到了王哲林 内传内 林英博打成 上咪咕视频看CBA 扫码即可购买CBA2.0 咪咕球迷专享礼包 只需249元 即可获得咪咕视频 通看卷年包 孙哲打一下之后 快速往下睡 转过来田桂森 面对救主 这个赛季 前半段 田桂森是在山西校里 黄英超两个底角的三分 是比较准的 张文君这是要做犯规啊 去现场看比赛的经验 周展东 连线摩兰德 你看还是在篮下 大打小 叶鹏飞 就是高举高打呀 优势太明显了 而且弹速也比较快 张宁绕过掩护之后 三分短了一点 金箍球员如果超越了 自己的援助体 侵犯到防守球员的援助体的话 那他就是进攻反规啊 哇这个球有人盯有人冒 周展东利用掩护 拔中距离 继续命中 还是大打小 杨范飞直接拔 高登被身后断球 摩兰德应该传呢 最后还是选择自己来 还是让高登上来 看看这次能不能整决球队啊 高登拿不到球 应该是要大王自己来了 剩的时间不多 拔三分 我出零 篮板球的控制也不错 所以从进攻的角度来讲 确实是最优秀的国内中锋啊 周展东大防御展移 张旭在外围 三分命中 加击上一些防守强度啊 但高登拿到球之后呢 就 可以自己发挥了啊 再来尝试一个三分 又有 又是一个错位 转出来张宁 他打高登是有身高的优势的 山西目前落后着15分 张宁 自己突底线 山西现在场上没有高度了 阎萌飞呢 那之前也介绍过 他是一个4号位 14号 14号 这常规赛 最后一轮打完 打完之后呢 很快就会开始落选赛 李江淮 孙德这个大中锋 今晚说他的技术 不算特别细腻吧 但是在身材上 会有优势 然后呢 他是双后卫在场上 另外像黄毅超这样的球员 黄毅超 我们的球员上来 包括周展东在场上的时候 山西也会打得更顺畅一些 张旭九中五拿了11分 表现还是不错的 他上场就运中三分了 其实在这个阵容当中啊 张宁他不妨尝试一下去组织 张旭的底角三分 没有 韩培鱼再收一个进攻板 强起 那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129比111 浮现爆发力 这8分的优势战胜了 山西坟九五分